在國際關係當中,一個本來很自由的地方 在沙拉之間收緊到一個很封閉的狀態,其實這些案例是不少的 今年是港區國安法落實的一周年 由最初說的所謂的打擊一小撮,到身邊不少淺藍的朋友都在搞移民 整體氣氛是怎樣,大家都心裡有數了 但其實我們也必須要承認,中國共產黨是有很多精英 對香港為何可以成為國際大都會的關鍵是不會不知道的 既然是鐵心落重手改造香港,無論如何都有一套理論基礎 無論我們認不認同也好,這一套理論是需要理解的 那究竟它是什麼呢? 而是我們思考了過去一年之後,思考這個問題的一些整合 而一切都可以由真正的文化大革命這個理論框架開始 那麼我們講到文革,大家可能會說 又是說這麼遠古的東西,又好像說八古文 其實什麼是文革呢? 記得我當年讀博士的時候,最初的論文並不是說國際關係的 而是正正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大革命 當時我是真心對一個研究的問題,覺得很好奇 假如文革好像某些西方學者所說 毛澤東只不過是為了拿回失去的權力,去搞個人崇拜 其實兩三個動作他就可以說成立結束了 一個這麼規模大,這麼巨型的群眾運動,才可以稱得上文化的一大革命 這個目標甚至超越了所謂群眾鬥群眾,引蛇出動,到天下帶刺等等的 一些所謂模式的,微觀的,所謂樣貌 到了文革,根據現在中國官方的定義,都依然變成一場浩劫 毛澤東依然是肯定文革是他一生人所做的,所謂兩件大事之一 另一件就是打贏了國民黨,趕走掌事父子去台灣島 除了是面子問題之外,似乎還有一些事情 究竟這些事情是甚麼呢? 我記得剛才說過,當年讀書很有興趣研究這個問題 也看了不少書,但還是覺得很離地,覺得不太明白 因為你始終不是那個環境,不是那個預警,不是那個人生月曆去思考這些問題 是很離地的,於是就改了研究方向,做一些國際關係相關的研究 直至到近年,香港形勢就急轉直下 想起這個問題,反而好像仿然大悟了 其實在過去幾千年,中國的中原文化 基本上是根據那套意識形態所操作的 亦都受到儒家思想,傳統社會等等的有效制約 無論是怎樣,那次換代 搞所謂的羊毛運動,搞共產主義 由下而上人民的生活,本來都可以依然故臥 但是文革最大的所謂成就,無論我們是否當成就 就是將一切中國傳統的信仰 包括對真正共產主義的信仰 或者民間種種的信仰 價值觀等等,都是徹底消滅 但是就塑造了一副可以逃空靈魂 有效有上而下運作的國家機器 即是說,無論日後的當權者 要將這個靈魂填上什麼的符號都好 人民都是已經完全地個體化 亦都不會再有足夠的意識形態去抗衡新的結構 在政權的層面,這場真是一場大革命 針對著任何足以制約自己所謂的 DEEP STATE的一場大革命 這樣的徹底改造,在當權派眼中 可能會帶來一些短期的悲劇 中國官方到今天為止都是未翻案的文革 但是在這派人眼中就會認為 文革也是今日中國經濟奇蹟的一個關鍵 我們知道,在中國很多新左派或無左的學者 經常都是嘲笑印度 他們認為印度人口和中國差不多這麼多人 歷史文化差不多這麼深厚 他們不惜時務,選擇了所謂的民主制度發展 就遠遠落後於中國 足以反映中國的舉國體制的優越感等等 這些是中國左派學者所說的 但其實他們另外還有一個論點我們都不能忽視 他們認為,無論是印度台面上正在走近的制度 印度的社會始終深受傳統印度文化制約 正如我們所說的總聖這個漏集就是廢之不絕 其實因為印裔的諾貝爾順德主、亞馬蒂森 他們都有類似的觀點 而中國學者就更加把這個觀點發展光大 例如說,有抗疫可以看到 無論地方政府是行威權還是分權 都是舉國為奸 相反,中國有了文革這場所謂的大革命 將一切的思想、尊嚴底線、好或壞的全部都閹規 舉國體制想要怎樣做,人民就會怎樣做 包括令人民集體覺得錢是最重要的 溫白是最重要的,一起向錢看 這樣就會暢通無阻 我們要理解以上文革的關鍵 官方的定位、文革和改革開放不是衝突 而是互為表類的辯證 這樣才可以理解香港發生甚麼事 亦會理解為何在青春的回憶之外 今天的習近平主席對文革的所謂正面作用 都是念念不忘的 以前很多西方學者會認為 中國的文革是走過一段很長的冤枉路 之後,鄧小平撥亂反正、搞改革開放 認定了中國今天所謂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 這個基礎 但在今日中國的執政者眼中 以上西方學者的理解是錯誤的 他們認為不是因為文革失敗才有改革開放的成功 相反 他們認為如果沒有文革這麼有效率 隔了幾千年社會制度的命 去為舉國體制掃除了一切障礙 中國搞改革開放也好,甚麼都好 都是不會成功的 這樣我們便可以明白到現在中國的政策 一方面是以毛澤東時代 還數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做根本 再輔助鄧小平思想 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個手段 即是既無既凍、非無非凍 香港的巨變就是發生了 在這些指導光靈之下的一個小小的章節 亦都是我們不死香港人眼中的悲劇 而來就不能在此便宜了 滿了解的 心想和男人眼中的建立 《國安法》不單是一條法例,這是徹底改造香港過去的二百年來一切運作模式的大手術 相信到今天為止,不同立場的朋友,無論是否喜歡這個議事都好,都不會質疑這個手術規模之宏大 而這是過去一年大家都深知透明的事,無論如何都回不了頭,這不是空置的碳飾 而是有剛才我們所說過一個很宏大的理論基礎所支撐的推論 過去的一年,不過是過渡期真正的大動作,其實還未開始 不少朋友以香港文革形容現在的情況 但看到的只不過是最表層的舉報文化、白星界線、政治掛稅、上綱上線、諸如此類等等 但如果只不過是這樣,又未免太看輕背後的那個叫做總加速師 中國假如只是以所謂止暴制亂回應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用現在的力度的十分之一其實已經是達到目的了 但恐怕現在只不過是進行了整場運動的十分之一 那麼官方自然是另外有部署了 其實北京幾年前就決定了要立國安法 我們看到習近平主席上台之後,國家安全觀一早已經涵蓋了香港 但就算是這樣的話,本來都可以用其他方式去進行 就好像澳門立了23條很久了,都不覺得有帶來改朝運來的震撼 所以現在,又在香港做的大實驗,自然就有一個宏大的佈局 就好像文革一樣,要將中國社會一切的軟文化 潛在體制,連根拔棄,然後精平要做什麼都不會再有抵抗的力量 然後又可以將一些被摧毀的東西,逃空靈魂之後移植回來 就好像Cosplay一樣,根據舉國體制所分工的角色 去繼續這場角色的扮演 其實六四之後,中國正正以最重的手段控制局面 產生很強的震懾作用 然後就以這一套發展經濟壓過一切或左或右的意識形態 無論是新疆還是西藏、上海還是香港 這一套模式在今天的中央政府眼中是非常有效的 有了之前的所謂實驗成果,自然就會應用到其他地方 不單止是香港,可能是台灣,不單止是台灣,甚至可能是全世界 影響到全世界的國際關係 才是所謂貨真價實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換句話說,講究國安法,根本是要顛覆香港人 不管是黃絲、藍絲、任何什麼絲都好 一直所深信不疑的一堆所謂極深價值和意識形態 經濟上,以前我們會認為,雖然積極不干預某程度上都是一個迷思 但香港整個自由港的政策,的確是建基於小政府 去誘發一般人的創造力,再大幅降低商業的成本 這一套自由主義的公式 香港不像東京或上海,可以靠全國經濟體的實力成為金融中心 以前只是憑藉它的制度優越,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過來,再培養本地的人才 結果造就了既有法治觀念,又懂得靈活變通,獨一無二的香港人 但今天中國的舉國體制很相信有國家的綜合實力 要哪裏成為大都會,都可以點石成金 這些就是《環球時報》胡總所說的 那不代表他們根本否定經濟上的自由主義 但前提就是要由國家機器去定義所謂自由的空間 而這些定義一如,我們看到現在熟悉的中國式法律 並不是西方法治的一種或綫色的思辨 而是一切基於當時國家機器的需要 才可以判斷當時的行為當刻究竟是有利國家,還是危害國家安全 這套哲學相信了有舉國體制的優越感 依然可以調動民間追求發達的積極性 更加相信這個舉國體制比起自由市場更加有效率 以前香港的財物代表管治階層通過房地產 實際上正在徵收稅收 這種其實是源自古羅馬帝國的管理模式 也扶植了買辦階層、中產階級、專業自治等等 香港一個一個的小山頭 再產生了香港全倫精英相信的核心價值 國安法的手術正正是認定這些香港核心價值對中國是 所以必多於你 既然連經濟層面的自由都要受限 在個人自由的層面自然要做更大的手術 剛來任的張建宗司長去年有一篇網誌寫到 說他香港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 但事實上香港長久以來一直不折不扣地享有真正和實質的自由 這篇網誌不和他來任之前不久發表那篇 三百五十字內說了中國共產黨二十次的泛民 相信他是發自內心的,自己寫的 因為這句話的確是不少上一代香港人對香港成功之道 深信不疑的信念 問題是,在今天的中國思維當中 不單是張建宗提及的所謂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 這個西方外貌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 連香港以前有的所謂真正及實質的自由也必須同樣改變 因為根據現在官方的論述 所有自由都是有限制的 限制自然是不可以違反國家安全 所以舉國體制認為一切的自由都可以改變 他們眼中的所謂刁民不可以以為 熟了法律就可以轉空子 而是必須要無限服從舉國體制隨時改變的戰略目標 否則即使你熟讀法律也好 即使你富可敵國好像馬雲也好 都可以瞬間出問題 之所以要改造香港 自然是不容許香港人擁抱一切以前的核心價值了 亦都宣示了中國是不會接受任何所謂法外之地 無論這是所謂自治、商會、工會 即工人的工 還是大工無私工的工會 還是教會 還是學校 還是NGO都好 都不會接受他們的所謂法外之地 香港人對理想的追求 亦都必須要被很赤裸的功利主義所取代 或是聖皇拜扣 至於法治 亦都要接受法律 不是根據條文由大律師的演繹 而是根據弱肉強食 政權根據實際情況所研判 背後一般人都可以明白的指路思想 講穿了就是一句話 剛才我們都說過 聖皇拜扣 弱肉強食 在北京眼中 香港的大改造必須要快狠準 因為整件事是國際關係的問題 因為之後還有所謂的實際用途 金融上 香港要來繼續花錢 就不用說了 而且幾年之後 甚至可以成為中國的大外宣基地 被一個西方普世價值模式的成功樣板 推變成中國模式的教材 這不是我的宣傳嗎? 所以中國是不會被香港經濟 數字上 數字上不增長的 正如它是不會在意留在香港的香港人 這一刻是否快樂 因為背後的理念是一樣的 手法也是堅定的 因為背後的大布局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我們也必須明白 今天中國政府和強調不輸出中國模式的 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是不同的 似乎是多相信要靠中國模式來拯救地球 香港的改造 對中國來說 可以證明一切要證明的理論 也可以和西方說 民主浪費資源 勞治社會內控 假如全球都行舉國體制 跟著和平共處 去應付全球疫情環保科技等等 是否都暢順很多呢? 這樣不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就是官方的論述 但如果西方國家爭埋不悟 那便只能用經濟手段 強行構成相互依賴 令到西方權貴優先成為命運共同體的專位會員 通過鄧小平所說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去服務同一套的理論 中國外交指導思想 無論是戰狼還是紅貓 背後思維就是這樣 北京的劇本其實就是這樣 並沒有掩飾 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也好 都一定要承認 其實它是一個智成體系 有它自己的理論基礎 最後那個問題 純粹學術討論 其實大家對著我們剛才說的這個模式 又認不認同呢? 認同可以怎樣? 不認同,又可以怎樣呢?